来 文婷伯父六十寿臣 我爹妈一时也想不起来送什么好 正好前两天 文卫去我亲戚家的笔桩挑笔 我爹妈就想起来说 送几支上好的笔笔 给您记账写字 祝伯父啊 裁员广进 谢了 就借你父母吉言吧 待会儿咱们晚上一块吃顿晚饭 热闹热闹 不麻烦伯父了 下次吧 对了 我家文卫怎么想起到笔桩去调笔呀 送人礼物呗 还特地请师父刻了几个字呢 刻了几个字 保文童心 好像是送给 保文童心 不不 可能是我记错了 不 你回答得很流利呀 爹 曹靖 你怎么来了 文卫啊 我是替我爹妈 给伯父送寿礼来了 那正好 留下来吃饭 徐仪啊 给你们下厨去 不用了 你们刚回来也挺累的 我还是先回去吧 伯母再见 伯父再见 老爷 怎么啦 你们到湖州看个戏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们出来的时候碰到文光和金宝了 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 来 有什么不对吗 文卫 你也不小了 我们洪家算不上书乡门地 但是在南巡也是有声望的人家 你千万不能做出有失身份的事 爹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想你应当明白 有些人爹虽然十分器重 可是这身份有别 你要自重自爱 这叫文卫闹的呀 我一宿没合上眼 上烛香吧 都说我付不过三代 洪家在我手里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我为老爷这样的担惊 别深感担心哪 我老了 真希望文光能不辱使命 这金宝又能鼎力相助 这样我在六十大寿的当天 就能顺顺当当地退出商界 带着你啊 一养贴年 可是这心哪总还是要糟的 你就说文卫这疯疯癫癫的丫头吧 老爷 我看文卫和金宝 还是蛮般配的 找一个能干的职事 和找一个称心的女婿 这是两码事 我洪家的女儿 怎么也得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吧 可是这身边哪有一个那么合适的人呢 再说了 这文卫的年龄啊 也不小了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有这么一个 好好好 乔舔 你还没说叫七龙啊 你还没说叫七龙啊 太久了 快点快去了 不 闭 这 这叫啥 这 这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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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这叫啥 少爷 别摸了 摸坏了赔得起吗 走 摸坏了赔得起吗 是表少爷 金大爷 您还能认得出我 表少爷 小的时候 你就聪明伶俐 现在更是一表人才了 我们这小地方 没见过什么世面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这乡村的孩子嘛 都天真烂漫 这摸摸车子吧 没关系 只要别拿石头砸就行 表少爷 您请 请请请 来 给徐姨娘请 幸明哪 这多年不见 你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你不是去花旗学洋画去了吗 洋画那是业余爱好 雕虫小技 外甥在花旗主要学的是新闻学硕士 这不回来到南京一家报市履新吗 接到舅舅的电话 外甥立刻就赶回来了 略备了几份玻璃 不成敬意 好 舅舅 这帽子在西方都是绅士带的 舅舅 您戴上可是当之无愧 那我就试试 我戴这个像不像养鬼子 舅舅 人家西方好多东西都比咱们强的 是是 这次我开回来的蒸汽汽车 都比咱们的马车强百倍啊 就是噪音大了一点 光顾着聊天 你肚子饿不饿呀 大老远跑来的叫你徐姨娘 给你做点好吃的 不不不 不用这么麻烦 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 徐姨娘做的那道掌上明珠 现在洪府做掌上明珠的 是你舅舅的掌上明珠 我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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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卫 文卫 我有空就拿着你给我的胡笔 给你写信 你放心吧 阿宝哥 你的信什么时候才能报啊 再不出去 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凶啊 文卫救命啊 救命啊文卫 不能进去 文卫救 显云表哥 真的是你啊 我听说你去花旗了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没想到吧 嗯 表妹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原来是个美丽的女人了 我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走我带你去看看啊 哎 我有点烦心的事 我不想去 烦心事 嗯 我那个礼物专门是烦心的事 行不行 走 我带你体验体验 哎 怎么样 文卫表妹 啊 过不过一个 你就是汽车嘛 哎 阿宝哥从上海带回来的报纸 我看过 人家上海早就有了 我觉得 鱼车也快不了故事 嗯 是吗 那你可要坐稳了 啊 我可要飞啦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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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烦恼了吧 哎 哎 暂时没有了 这车啊 真的是太好玩了 哦 文卫 你跟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改变 哎 我不就是我呗 哎 看来啊 你好像认识很多女孩子 嗯 啊 饿了 你请我吃饭吧 那咱们回家吧 徐姨啊 一定做了一桌子好菜在等着呢 这 在家里是多没意思啊 又不是你亲自做那道掌上明珠 哦 你想吃我做的呀 那你不早说 咱们快回去吧 回去吧 不不不不 像你这么青春的女孩 怎么可以摘那油腻的味呢 哎呀 回去吧 等等等等 听我安排 听我安排 咱们边儿 听戏 边吃饭 那才要完美享受啊 啊 白小倩 是那个小老板 来 我在湖州听过他唱戏 他很棒的 原来 他跑码头跑到南巡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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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板 来一段婚的吧 来一段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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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小老板 我们拿大爷要你创断婚的 什么二嫂改嫁 这些人 都行 胡请拉不拉没关系 先给你这些 炒好了 还有啥 挺大方的嘛 他姓什么 姓的 也就是那拉氏 这是齐人的姓氏 那大爷是上三齐的 在胡州可是有名有姓的 什么意思 拿去给你们齐人大爷 让他给我唱一段婚的 我白小倩在这儿 给他鼓掌叫好 你 不识台课 别以为寻父大人请过你 你就把自己当什么玩意儿了 没错 我们唱戏的的确什么都不是 但就是个玩意儿 你们齐人老爷不爱听 我还不爱伺候呢 掌柜的 送客 给我擦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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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别别 滚 住手 快走 快走 你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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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惹事啊 别别别 站住 光明化日之下 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一个走江湖的女孩子 典直就是为父不仁 还不快把人给放了 今天老子算是得罪全天下的女人吧 怎么 又有一位娘们要坐出头船子 老爷 这是南巡思想之手红家的大小姐 红门卫 今天我纳某不分女人一般见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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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出来的 你要是正出什么事 我怎么给舅舅交代呀 你别跟我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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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 赶紧把人放了 红卫你过来 他们说那唱戏的时候 放开我 红卫 他是革命党子你知道吗 这就是 这分明就是诬陷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一个大男人 居然这么胆小怕事 我 这不是胆小怕事 这是政治 这兵风马乱的 我们不谈政治 这不是政治 这是正义 要是阿宝哥在的话 阿宝哥 怎么又是这个阿宝哥 这阿宝哥到底是谁呀 好 好 阿宝哥 好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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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少爷 我呀 才是灵魂出鞘了呢 你说我呢 这硬着头皮歇下了这趟船 其实心里边一点底都没有 我的压力太大了 不会吧 金宝 你说你呀 给洋人搞得这么顺利 货物装得这么快 连银票啊 都这么及时的收回来 你还有什么压力啊 话不能这么说 这银票还没有送回南巡之前 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 还是要处处小心 再说了 还有你的货呢 我揣摩着 也是个烫手山芋吧 兄弟啊 回去的货也装齐了 昨天天黑就上船了 王光他们该在回城的路上了吧 你看看 这种天气 月黑风高的 船可不好走啊 也没事说出点事呗 这一声雷挤着风呢 他能怎么样啊 你这个人啊 该操心的不操心 不该操心的 你就瞎操心 老爷 什么该操心的 我不操心了 金宝文卫啊 哎呀 文卫不过是送了支湖笔给金宝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哎 那上面写的 宝文童心 那是怎么回事 哎呀 我还是不放心 我去烧竹香 爹 徐爷 文卫 怎么了 啊 今天的雷 好像个个都在我窗边打响 爹 你说 文卫和阿宝哥 不会有事吧 有什么事啊 总不至于 遇到刮风下雨 就不开船了 我去关窗 你 下咱们的捕月 挂咱们大风 他们不会有事吧 大家不要慌啊 更归其位 私下要小心一点 你们几个到后舱去 别忘了 咱们还烧着货呢 好 下雨了 别让货物打湿了 听到没有 是 快动手 小心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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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贵呢 刚才不还在这儿吗 姬贵 你在干什么 不 女人 自己准备靠岸 是 坏了 快点 我看一个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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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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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궁금 欢迎订阅明镜 comment energies 小心 进宝 该死我了吧 走 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赶尽瞎绝吗 连脑袋都没露出来 肯定死定了 爹 你可不可以去找那些官府啊 还是水上帮会什么的 打打招呼 找几条快船 再找一些健壮的家用 去接他们船队一把 文卫 这是你个大家闺秀该操心的吗 爹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呀老爷 文卫 他不也是为了你的家业吗 他能想到的 我会想不到吗 各位 我提醒你 你老大不小了 以后 出门要回避一些 回避 回避什么 金宝 他毕竟 是一个下人的孩子 爹 你 行了行了 我的话就到此为止 回房间好好想想吧 快走 快走 大小姐 表少爷 快回去吧 出大事了 什么 那 对 来 有些 词 起 对 我们 能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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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背条船 南巡不行 我们就去湖州打点 小姐 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哪能操耻 还是等老爷醒了吧 人命关天哪还等得及啊 哦 对了 我这还有 小姐 这可是老夫人给你留下 最珍贵的东西 你可不能动啊 人命最珍贵 我要阿宝哥他 小姐 万万使不得呀 救人 也不是缺这点钱呀 金宝也是我的儿子 我就是拼出一把老命 也一定要找到他们 小姐 你可万万不能变卖 老夫人给你留下的任何东西呀 金大爷 我相信 他们会平安回来的 金宝 也会感激小姐 对她的关心 小姐 我求你了 小姐 富大夫人 你可不得了 这一路 你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是有力无处使 你还知道 我做什么爹都不满意 我做得越多 他是越生气而已 你爹他就这么个脾气 你也不该因烟费食吧 这一回我是彻底不敢多事了 你都不知道爹这阵子 对我脾气有多大 上次阿宝哥回来 我好心去扶爹 我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 爹没心疼我也就算了 还说风凉话 娘怎么跟你说的 做人呢 应该知道感恩呢 不能光想着自己得到太少 你现在还很年轻 很多事情啊 还是靠自己的好 娘 爹这样骂我你也不帮我 娘的话是有道理的 只是现在 还不方便跟你说太多 好了 儿子就不要为难娘了 是 娘说得有道理 虽然爹没有像疼我哥那样疼我 但他毕竟是我亲爹呀 不过娘放心 我为了你一定会争气的 我会努力靠自己挣钱 成家立业 将来好好地孝敬您的 真有那一天哪 那就好了 您等着看吧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娘 您走好啊 哎 娘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人当劫数 有血光牢狱之灾 不过此人有命九条 终将逃生 至于那笔钱才嘛 山穷水尽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少爷 我们几个人逃出来了 连你我一共三个 其他人都 那那些银票给你的货呢 金宝 你放心 银票你贴身带着没有事 其实钱是小事 倒是我朋友那批货 如果不能及时送达 恐怕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 大少爷 至少千万别着急 小心啊还是我急 你才急呢 鸡贵呢 别提他了 大出事那天起 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家伙的身影 他是曹邦的途中 这事情既然是曹邦干的 跟他一定有关 找到他就能找到那批货 正后悔当初没有听文威的话 他早就提醒过我 这个人靠不住啊 小心小心 你不要激动 安心养生 爹 金大爷 有消息了吗 刚才叫算命先生算了一挂 挂像倒是不错呀 找人还得靠自己一刻都等不得的 还听什么巫婆神汉那一套呢 住嘴 我还没问你呢 你前两天是不是在茶楼上 招惹了那大爷 又是姓明表哥告的命 他怎么不说 他自己像个缩头乌龟啊 没有人家姓明什么事 那那大爷是上三旗的奇人啊 那奇人是好惹的吗 万一再告你个牵涉乱党 什么乱党啊 那非明就是无辜的戏子 是那个姓那的调戏人家在先的 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招惹声势 你背着我让金棍去找人去 还变卖私房首饰 这要是传出去 你还让你爹怎么做人呢 爹 我也是看你身体不好 所以我才想 现在洪家的天还没有塌下来 还轮不到你这个女人做主 没人想要替您主事 可是你也不能够青红皂白什么都不分嘛 你还敢给我降嘴 上家法 老爷 小姐年轻气盛 您就饶了她吧 是啊爹 饶了姐吧 爹 如果您愿意全力找人 解了文卫的忧 文卫 甘愿领受家法 你 三少爷 你怎么来了 你还敢来啊 我让你上船打探消息 你找人揭船啊你 三少爷啊 你知道那是多大一笔钱哪 要是他们运回来 肯定轮不到你的份儿 我呀给你留了一份大份儿的 我就是再穷再要钱 也不能那个样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懂不懂啊 我是三少爷 我是一粗人 您别跟我说这些酸道理 再说了 这钱我也没拿到手啊 给金宝藏起来了 这么说来我大哥和金宝平安无事了 我是再三关照他们 别伤人 可是这个计划又不周 我又晚到一步 金宝中了曹邦兄弟一枪 什么叫晚到一步啊 什么都能晚这个怎么能晚呢 金宝哥同我情同兄弟 太过分了 三少爷您别着急啊 这金宝兄弟啊 就是肩上中了一枪 那也许还有奇迹啊 他们现在人呢 跳河逃走了 也许他已经 也许个屁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马上去找人 要么 你把银票把活人给我找回来 要么我就扒你的皮 三少爷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三少爷 您就看我多年当你跟班的份上 您就饶了我一次吧 三少爷 三少爷啊 再说呢 我现在做的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您在忙活啊 说句不中听的话 大少爷跟金宝不在老爷跟前 老爷不就对您三少爷好一点吗 三少爷您不就成了老爷唯一的依靠了吗 你可别胡说 三少爷 我这回回来 还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 这次从上海回来 大少爷给装了一船的好货子啊 什么 三少爷 如果这批货找不到的话 那大少爷肯定是回不来了 您想 这方方面面都饶不了他呀 我觉得啊 他还是回不来的好 一呢 不会祸及全家 二呢 也不会让三少爷您左右为难啊 所以啊 这批货呢 最好是永远休逝 那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我 我错了 我下回再不敢了 不过堂主啊 这次得到的消息啊 这一网油水实在是太肥了 肥到的弟兄们不得不动手啊 住手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曹帮绝不是打家结社 杀人越货的江阳大盗 江湖人意一定要讲 不论是多肥的差 都要搞清楚来龙去脉 原本呢 兄弟们以为也就是那些金银细软 可谁知道 这么打开一看 唐主 你看 这东西 对咱们曹帮 岂不是比金银细软更值钱啊 货倒是好货 我 战软年间派得上用场 嗯嗯 弄清楚 买家卖家的关系了吗 你可别给我捅了马蜂窝 给我惹麻烦 唐主 我是 唐 唐主 王八蛋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捅了革命党的马蜂窝 啊 来人 在 假罚伺候 是 曹帮堂主李健前来造访 请问 哪位是南巡的洪先生 我就是洪文光 请问李堂主找我有什么事 我就是洪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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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李堂主找我有什么事 我就是洪文光 请问李堂主找我有什么事 我的兄弟前几天在江上洒了一网 捞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有人说跟洪先生有关 李某想请洪先生表态 放肆 我洪文光的确是革命党人 实不相瞒 你们打到的这批军火 是我们准备起义用的 我已经说完了 李堂主 你打算怎么做呢 好 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爽快的人 既然是起义这样的大事 可不能耽误 我向你保证 你的货 会在三天之内准时到达 三少爷 那批军火 让我们汤主给人物奉还了 什么 那些军火都还给我大哥了 那表示他还活着 他在哪儿 不知道 但是我想他拿了军火 自然会露面的 你们这不是火上浇油 纵容他造反吗 哎呀 谁说不是呢 哎呀 为这事啊 我可对得住你兄弟啊 可把金宝给得罪了 以后没脸面见他了 我告诉你那事小 我可当了什么革命党 这么弹药运来运去的 肯定要闯大祸的 哎呀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咱们赶紧报官 请师爷去通融啊 我看你大哥 那就是个玩命的革命党 连唐主都要让他三分 我看 咱们就别为了这几个小钱 再得罪他 我这为了小钱啊 我只求我们全家平安无事啊我 三少爷 你可想好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哪 我当然想明白了 这后天哪 就是还贷款的最后期限 到时候寨主们 就要排队上门了 老爷 车到山前必有路 实在不行的话 就把我的手势 也拿去好了 女人那这小玩意儿 说好听的 那就杯水车薪 你们哪 就别拿出来显摆了 况且此事 我已经说过蓬妹了 你这样做 无疑是打我耳光 我这老脸还要不要啊 哎 舅舅 你们当初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呀 能不能让我看看 是 说不定我能找出糊涂账来 我们家再怎么沦落 恶送尸那套 绝不能做 呃 是 爹说得没错 这兴加利业最重要的 就是以诚信为本 老爷 有消息了 好消息啊老爷 大少爷和金宝 携带银款已经抵达湖州了老爷 什么 这真是苍天保佑啊 这趟跑得简直是太艰险了 文尉 来 吃饭吧 吃不下 还在生你爹的气啊 生气有什么用啊 他是爹 复一不二 你啊 跟你爹一样 脾气啊 死降死降的 怎么能说是我降呢 那根本就是爹他自己不对嘛 人生下来真的能够自己选择的 徐姨 门第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对你来说啊 可能没那么重要 你也看到了 爹平常对阿宝哥是什么样子 可是一谈到我的事 就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这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就是女人的命 你就认命吧 我不认 如果这会让人痛苦 我为什么要认 不认又怎么样呢 跟你爹对着干哪 无论是你还是金宝 甚至文光文露谁能做到 有一件高兴的事 我忘了告诉你了 文光他们没事了 他们正带着货款 从湖州赶回来呢 文光没事了 那阿宝哥肯定也没事了 你啊 就知道阿宝阿宝的 我劝你啊 在你爹面前少提起阿宝 免得他有生气 我吃完了 好嘞 赶快把这儿收拾了吧 一会儿叫人看见不好交代 没事没事 平时啊 出了钱也看不到小老板的戏 今天啊 只要小老板为咱们多唱几段 咱们情愿为小老板担着 哎 难得这么爱听我唱戏 等会儿夜深人静的时候 找一处孤坟 我给你们好好唱一处活着 那我们就等着保尔福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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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是日本人 抓了个东洋人哪 差不多啊 好像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不过啊 凡是革命党都要抓 管他什么地方人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洋人 是革命党啊 大蓝南巡贼头贼倒的 不知道要上谁 还是客栈老板 从他的行李中 找到了乱党的传单 才报到官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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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来 快点 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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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个东洋革命党 还真麻烦 又查不出什么证据来 万一放出去 他到什么领事那里 再呱啦呱啦一番 我们都吃不了 都着走 管事长 千万别让万人看到 这个东洋鬼子 放心吧 等你们走了 我就把它关到里面的小尖去 好 走吧 走了 走 小姐 如果你能出去的话 请把这个纸条送到德茂行 到洪文光 拜托了 你既然要带凶自首 那就得有凭有据 可是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你哥在南巡作乱的迹象啊 你说他偷运枪之弹药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这让我们如何定罪呢 既然无罪可论 你这带凶自首又从何说起呢 那怎么办呢 你呀 对乱党还是不太了解 你哥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 他们在折服一段时间以后 必然会蠢蠢欲动 你呢 只要帮我盯紧他 到时候端他一锅大的 你可就立了大功喽 我可不想立什么大功拿什么奖赏 我只要求大家平安无事就好 你说 你怎么一点男子汉 建功立业的志气都没有啊 难怪 纪棍说你在家总受气 像三孙子 我 好了 开个玩笑 别生气啊 等着吧 等到你啊 立了大功 我让谢太爷 给你一个大大的奖赏 那时候啊 就跟给你得了个举人一样 到那时候你爹呀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对 对呀 对呀